而从105年教育实验三法通过之后 袁明慧和教育局也积极地推动 成立实验学校 从最初的五所到现在 全台已经有34所共十足的民族小学 花莲有三所 其中包括四号接牌成立的 贺岗阿美实验小学就有两所 袁明慧特别针对有意转型 申办民族小学的各级学校 不但申办作业加以简化 也将会依注经费 全力来协助筹办设置 不论是万荣封兵 还是今天接牌成立的贺岗修国乱系 阿美族实验小学 105年教育实验三法通过后 这短短四年以来 在渝明慧及各县市教育处积极推动之下 全台目前已经有32所共十足的民族小学 学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能够融入在学校的教育当中 把原住民的生活 记忆 智慧 能够融入在学校的课程 那也希望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当中 能够做一个传承 也了解认识 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 至于民主学校 目前爱与法令 正在草案阶段 可能还需花费一段时间 而目前多数从主流教育体制 转型成为民族实验小学 从提报审查 筹办到正式揭牌成立旷日备时 原民会对此也特别简化 审办作业 也将一组经费 全力辅导筹办设立 实验三法通过之后 我们跟教育部也非常的积极 希望鼓励我们在原住民族地区的小学 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做 然后做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文化 传承的一个实验学校 那目前我们的政策是 你如果申请实验学校的筹备阶段 筹备出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年的时间 是可以给两百万的经费 然后实验阶段过了以后 变成正式实施的时候 每一年一百五十万 来协助他们在课程研发 老师还有一些教学的 相关的经费的挹注 所以这是我们跟教育部 共同合作的 那另外有一点要跟 所有学校说明的就是 因为这个申请实验学校 是由在地的学校老师 校长合作 然后报到县政府 由县政府的教育处来核定 那我们也简化很多程序 只要县政府核定 报到中央来 我们跟教育部 就会联合来做一个审查 简化很多程序 原民会与教育部 推广原住民族 民族教育政策 全力协助辅导转型 促成更多原住民族 实验教育学校的成立 传承各部落族群 民族教育的特色 避免特有文化流失 记者是玉兰 瑞穗采访报道 所在的字幕下 所有的笔